大家好 我是Steven 今天我們要幹嘛呢? 有在關注我們頻道的朋友 相信大家對於區塊鏈Movac Game 已經熟悶熟路了 不管是最早開發的泰坦 或是我們頻道之前介紹過的Rebel Land 都是屬於像這種荒野亂鬥類型 個人是相當喜歡玩 相信都還是可以在各的商店下載來玩 遊戲小夥伴也回本了 但如果你現在要進場 那就有點晚了 畢竟那個區塊鏈投框勝利才比較高 如果你想玩的話 也是可以下載來免費遊玩 當作娛樂娛樂 但是如果你想要找下一款 區塊鏈的Movac Game的話 找下一個機會的話 這部影片就是要為你介紹 Masai Heroes 也稱為凡爾賽英雄 他們即將上線 央屬荒野亂鬥類型 而且這個畫面也是更加精緻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介紹這個 Masai Heroes 凡爾賽英雄 首先來到他們觀望 凡爾賽英雄 這款Movac Game 現在已經是即將上線了 看起來有三個平台都有 Android iOS 電腦版 下面有他們介紹 那可以讓你體驗 前所未有的刺激與娛樂 以及其他推廣者 對他們的評價影片 那比如說這個人 說這每天可以賺100美 是真的嗎 那等一下我們可以看看他們白皮書 就可以來驗證 遊戲模式分為大逃殺 大逃殺很經典 那有玩過前幾款Movac Game 應該熟門熟路 駕輕就熟 12個人一起競爭 會有縮圖限制 他說一半的參與者 存活下來就可以獲得獎勵 這還不錯喔 一半就有獎勵 看起來好像有點簡單 第二種模式 死亡競賽 那4對4 模式是死鬥模式 擊殺即可獲得1分 看時間內 誰獲得分數最多就獲勝 第三種模式 獎盃收集4對4 也是團體賽 地圖專門會隨機勝成獎盃 玩家可以互相講說對方的獎盃 先收集50個獎盃的隊伍即可獲勝 最後一個模式也是4對4 看起來是可以收集電池 召喚機器人去打對方的 Inhibitors 我猜就是一直去收集召喚機器人 打爆對方的主堡的遊戲 如果兩邊主堡都沒有爆 就是看血量決定勝負 這遊戲的特色就是 邊玩邊賺 可升級英雄NMT 節奏快 4-5分鐘一場遊戲 還有多種遊戲模式可以選擇 遊戲安全 接受多種審計 這可能之後要看一下 他是哪幾種審計 故事的發展 他這個說未來有更多的故事 會加入更多的英雄 有點像是英雄聯盟那種 會一直有新英雄加入 最後是這個到 讓玩家管理共同的資金 或是遊戲的發展方向 接下來他們代筆有兩種 BRH MOH 這個等等白皮書會詳細的解說 然後就可以來看看他們NMT 英雄長怎樣 更是覺得非常精緻 畫得很好看 區塊鏈的Mobagate 這美術風格做的都是相當不錯 裡面有不同的角色 等級、秀度 接下來看一下白皮書 前面有他們的凡爾賽英雄故事劇情 有不同的大陸地區 NMT是發行ERC721 遊戲是建立在ETH鏈上 這個很特別哦 是不是現在以太鏈開始便宜了 或是2.0又到來 那怎麼會選擇以太鏈 這個非常特別 美術風格這邊可以偷看一下 這也是真的蠻好看的 還有附上他們設計圖 以及色票 看起來是蠻用心在設計這個角色 在遊戲安全方面也是別有用心 大家也知道這個區塊鏈 常常遇到駭客攻擊或是科學家 利用漏洞來快速獲利 他們這邊也效仿很多web2的做法 提供漏洞獎勵 只要找到bug 就有機會拿到這個獎賞 算是一種共贏機制啊 補期開發商的盲點 然後發現者也可以拿到不錯的獎勵 讓遊戲繼續運營 那這個設計還不錯 團隊是使用NFT頭像 那他們說是經驗豐富的團隊 RAWMAP 現在網站跟白皮術已經出了 Q4就有ID喔 遊戲公測 市場開放 NFT盲盒放售 目前大家就先關注一下社群 他們說會空投1000萬顆的MHU給持有者 遊戲rank方面 有超多等級 才有是EOL機制跟AR玩家 保護新手玩家 避免虐菜 提供兼容性 快速完成每場比賽 平衡遊戲公平性 讓等級差不多玩家一起競爭 那玩法除了剛剛說的四種模式 白皮術裡面還有兩種模式 戰鬥賭博模式 可以下注跟別人比賽 獲勝者即可贏得雙方獎吃裡的80%獎勵 那些很喜歡網炒 在Mobagame裡面嘴炮的人 這裡非常適合一對一 單挑就落伍了 押錢單挑更好玩 另外一個是自定義的投注戰 玩法更自由 一樣是可以投錢 然後設定不同規則 下去玩 下去贏錢 接著他們英雄盲盒 有四個等級 普通稀有史詩傳奇 買下去後會有不同稀有度機率 越高等級箱子 促進高級Mobagame的機會更大 武器盲盒只有一種 基礎會獲得 稀有史詩傳奇 三種武器 那英雄也有不同類型 法師、射手、刺客、坦克、輔助等 這裡有說英雄強力 取決於skin的稀有度 越稀有的獲得越多獎勵 那所以Mobagame這邊就有標示 在智能合約記錄了什麼 會有英雄稀有度 皮膚稀有度 職業等級1至11等 英雄屬性有 健康攻擊、攻擊速度、移動速度、再升速度 升級要花費他們的Token 會增加戰鬥次數 升級的話也會瞬間恢復戰鬥次數 看起來如果要衝蛙提賣的話 就是打到沒體力 直接升級繼續打 直到11等 沒辦法打升級為止 還有召喚師技能 這很像英雄聯盟 有自己的技能可以選擇 去配合你的戰術 也是有普通稀有傳奇 三種限度的技能 這邊有詳細的說明介紹 有興趣的話可以自己來看 那重點來了 戰鬥獎勵 聖團體戰鬥 獲勝可以拿到5個GLH 平均2.5個 輸則無 單人大逃殺 前6名都有獎勵 最高7.2顆 最低1顆 雙人比賽 前3名都有獎勵 最高5.45顆 最低1.26顆 那看你是如果是MOBA很強的話 大逃殺前6名都有獎勵 雙雙0 其他的話可能要看隊友臉色 比較吃運氣 那對了 這也是一款免費的遊戲 免費宅也是可以賺錢 只是比較少而已 娛樂加減嚕 如果你想賺更多 實力又不錯 再考慮買NFT來打 那技能娛樂又可以賺錢 何樂而不為 買NFT英雄來玩 每場不需要獲勝 就有獎金 只要你有玩就有獎金 最高給24顆一場 最爛的稀有度 3.3顆一場 那買NFT武器也有獎勵 玩就送 最高給9顆一場 最爛稀有度3顆一場 那除了記憶體以外 熟練度也會再送B 你的英雄一直練 會從H到SS 並且根據稀有度 額外給你B 熟練度越高 越稀有的給你320顆 最低稀有度也有額外的40顆 還算不錯啦 所以 所獲得的B 都是這種GMOH 要出金才會換成 巨女貨幣的MOH 那獲得方式也是剛剛說的那些 那就不重複了 這邊要注意的是 出金要完成50場的戰鬥 10天後就可以兌換這個 GMOH 48小時只能換一次 每次至少500顆的MOH 所以你要衝第一波的 記得先完成那些條件 並且 每次交易會收4%的費用 另外一幣則是VRH 是他們到自己代幣 可以用來執押進行投票自己權 還有這些VRH的審核 還有一些審核的資訊 還有項目方的資料可以看 那差不多是這樣 再來欣賞一下遊戲畫面 好 以上就是這個反爾賽英雄的介紹 總結來說 又是一款可以讓免費仔 白鹿白給的MOBA game 反正你都要玩遊戲了 都是玩MOBA game 這款免費RU加減RU一點 順便賺一些零用錢 如果你真的想賺更多的話 才去考慮買他們NFT 英雄NFT 武器NFT 這些都是額外 每場都會多給你幣 射度越高給你越多 所以拼速度就是抽寶箱 狂說每場遊戲 因為它是每場給啊 刷越多給越多 接著就是等10天以後出金 看起來大概是這樣 但現在還沒公佈這個MOH的IDO價格 所以現在可能不知道一天可以賺多少錢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先關注一下他們的Twitter 現在有3.3萬人追蹤 Teregram有16000人在裡面 中文Teregram社區也有3.3萬人 可以追蹤一下 看一下最限進度 好消息 我們爭取到15個白名單 一個價值20U至50U 只要你按讚訂閱 在下面留言你的ERC錢包地址 我將抽出15個送你這些白名單 白鹿白給 記得留言按讚 好不好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